前陣子我有說我想要整理我的房間 讓我的房間看起來更乾淨 那我們終於完成了 然後我們也立好我的器材單了 然後我們真的是超級多 超多攝影器材 躲到一個爆炸的狀態 如果你好奇我到底有多少攝影器材 你可以期待一下我們正在輸出的影片 這就是我們整理房間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到底有哪些攝影器材的影片 臉强 這應該會有新的包裝 那昨天呢我又去拍攝一個活動晚宴的影片 然後我覺得還蠻神奇 就是他的要求是叫我帶單眼相機 然後叫我去拍影片嘛 然後他也叫我帶麥克風 但是他自己用手機在拍 然後他叫我說 要不要把手機的那些片段 放到我的影片裡面 What 所以他想要他的手機 跟我的單眼一起穿插這樣子 那叫我帶單眼幹嘛 我也帶手機就好啦 神奇 今天是聖誕夜 12月24 應該是吧 那我們今天呢 我想要來做一點不太一樣的事情 就是我現在我相機 我的口袋機 這一台是Canem的G5X Mark II 這是我目前隨身攜帶的相機 就是我不會帶 現在就不太會帶太大的單眼 我覺得就是有的時候只是要吃個飯啊 走出去 跟家人一起做一些事情走走 那我就不太需要會帶一台 超大的單眼相機才能拍出好照片 因為這一台小相機就是捕捉瞬間 就是先獲得你想要的照片 我們再談品質 不是先談品質 才來說 欸我們怎麼都拍不出好照片 我覺得大家有點顛倒 那我貼保護體也貼還蠻多次的 就我覺得還蠻重要的工具就是要有 這種隱形膠帶 這真的是超級必要的東西 好那我們有伸出了一個切割墊美工刀 還有一把尺 這樣我們才可以把我們的保護貼 切著直線 然後我們這個尺是有鋼邊的 才不會把我們的塑膠尺切爆 那現在我們的尺寸是完美的狀態 那我們把我們的邊邊角角 把它修鈍一點點 讓它變成一個圓弧狀的角落 這就是爛的保護貼發生的事情 就是一個保護貼 然後上面會有一些紋路在上面 讓我們的相機的螢幕有一點髒髒的 呵呵 那我們就稍微清理一下吧 OK那我們現在是完美狀態 螢幕整個保護貼又把它清理乾淨 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保護貼 給它貼上去囉 好啦 那我們完成啦 那我們的全新保護貼就這樣貼好了 完美無缺 上面有一點灰塵 我們把它處理一下 就完成啦 那我們再繼續分享一下這台相機 我覺得它的這個焦段 24到120真的是 非常非常好用 重點是它在120端 還是2.8大光圈 然後還有20公分的微距 在120端 還有20公分的微距 這真的是超厲害 就幾乎是一個 擺圍鏡頭放在口袋裡面 這真的超瞎 又有防手震 真的是擺圍鏡頭 還有ND耶 就是擺圍鏡頭 放在口袋裡的狀態 這隨身帶的擺圍 無敵啊 你看起來我好像在推銷東西 但是這一台其實已經停產了 所以你們要買也買不到 所以我才能在這裡 開心的跟大家分享我的 可愛的小相機